不知道为什么 就这个手感和大小 真的好适合用来竖口刷牙 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是我们双十一黑五 系列的开箱第一波 因为我只收到了一些 陆陆续续会收到更多 所以我想分批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都买了些什么东西 然后我今天的发型呢 就很居家 然后我就先来开 一些生活方面的用品嘛 这些基本上都是从淘宝上面买的 然后第一个呢 是我已经开始用的这个 Hello大家好 首先是这个 这个我已经开始拆开用了 是一个热水袋 在双十一之前 然后刷某一篇公众号 好像是好好住的公众号 然后它里面推荐了一些生活小物 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热水袋 其实我一直很想换掉我的旧热水袋 那个已经用了超过了十年了 而且那一款它就是有点小 而且它没有带外面的套子 经常摸起来就很烫 它的外包装是这样 然后名字叫做Beehive 就是长得很像一个蜂窝 是那种树状型的超级可爱 我买的是大号的 它还有更小的 外面还有送一个毛线套 烫上之后确实没有那么烫手了 然后你把毛线套拿掉之后 它里面还蛮热的 平时用它的时候 不需要直接把热水灌进去 你可以直接灌冷水 冷水灌满 里面不要有空气 然后放到微波炉里面打三分钟 就不要超过三分钟 它的官方说是800瓦 不要超过三分钟 这个真的很方便 就你不用去烧热水 而且灌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烫到手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造型又特别可爱 前两天来姨妈我就已经把它打开用了 所以这个我超级喜欢 接着呢是这个数据线 然后品牌叫做Native Union 我买过他们家的数据线 我之前买的是短款的 可以便携装的那一种 然后这次我专门买了一个长的 对三米的USB线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造型 就是它前面有一个球球 电的这一头呢 这个是插到苹果的 lightning那一边的 它有一个球球 这个球球就可以帮助你 很容易找到这个线的端口 晚上找线端口就非常方便 随便抓一下找到了就可以插进去 那这个球好像是可以移动的 你可以移到另一端也可以 然后我买了一个长线 主要就是为了放到床头 因为我的床头没有一个很近的插头 所以我想买一个特别长的线 然后这个就是三米长的线 不管我放到哪里都可以 非常方便 线的颜值还是蛮高的 编织的条纹 非常非常好看 然后我之前在淘宝上买了很便宜的那种线 三米长的 然后它充电就是非常的慢 我觉得跟价钱还是有关系的 这种充电线呢还是不要图便宜 买那种不好的 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漏电的现象 所以我这次双十一就买了这个 张小泉的一些指甲的护理产品 我是直接在淘宝上搜死皮剪之类的 然后就找到了张小泉 另外一天搜粉刺针 然后又找到了张小泉 这两个不是在同一家店 但是都是张小泉的 指甲方面买的是这个死皮剪 然后之前我也有一个 我在视频里面还跟大家分享过 如何修剪自己的指甲 然后那一款不知道是有一天摔在地上还怎么样 它有一点点错开 就它那个刀片总是剪不到我的死皮 所以我想买一个新的 它前面还是非常精细的 对的很齐 然后试剪一下 哇 好好剪啊 就很锋利 对 然后它前面还有送一个这种保护套 套在上面是这样子的 还不错 还有另外一个这款也是专门修剪死皮的 这个就是直接推就好了 不需要去剪 然后呢 你就是直接朝着死皮 以这个指甲的这个方向去推 推的时候尽量让手保持湿润 不要干的时候去推 不小心可能会推到不该推的地方 它这个也很锋利 非常好用 它还送了一个指甲错 是玻璃的 蓝角落也有卖 我之前自己专门买过一个 其实玻璃的指甲错还不错 小巧干净吧 它有一个盒子 平时带出门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因为它有一个小盒子 然后另外两个呢 也是张小泉的 是粉刺针 粉刺针这个东西呢 看你们个人 就是我自己其实很喜欢在家 有事没事弄一下我的粉刺 因为我是那种油性皮肤粉刺很多 不断的那种 如果你皮肤还在一直出油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完全根除的 就像真轻一样 你不可能做一次就搞定 你要反复的去美容院 所以这种东西 我觉得有时候偶尔在家里面 做一做也是可以的 一定要保证你的手消毒过 针也消毒过 不要搞到自己发炎感染 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 就不要在家搞这个事情 我很怕带坏小朋友 一款是这种有一个弯钩镊子的 上面是这样 下压 然后去把那个粉刺夹出来的 就它这个尖尖非常的小 很精细 很精细 我觉得这个应该用起来会很爽 然后另外一款呢 就是比较常见那种 一头是针 一头是圈圈的 其实我主要想要的是那个针 完全实心的硅胶塞 这样 它不算那种特别细的针 但是针头还是蛮尖的 我应该不会经常去用这个针 除非是有时候偶尔 有一颗特别痛的痘痘 但是它没有办法爆出来的时候 我可能会用这个 然后说到这里 就是跟大家汇报一下 最近我的护肤品呢 全部都换成了 医生给我开的了 就是我昨天 去看了皮肤科医生 然后因为我最近皮肤有一点点 让我觉得我不得不去看医生了 就是我下巴这里长了很多那种 有点像囊肿的痘痘 它不是那种 闭锁性粉刺发炎造成的痘痘 而是挫疮 所以这种情况我就觉得 我必须要去看医生 然后最好是有点内条 能够用一些比较 针对性的药物来治我这些痘痘 而不是去擦 盲目性地擦一些酸类之类的 我就觉得我可能会搞到它更严重 而且我发现我去擦水洋酸之类的 它都没有办法减缓 就前阵子我特别痛的时候 我就很无奈 然后我就预约了医生 昨天去看了 然后医生建议我就是 把我的护肤品都换掉 然后他给我开了一整套系列的护肤品 我现在正在用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我打算用个一个月 然后再跟大家汇报 接着是这个 叫做壁挂式棉签收纳盒 这个袋子也太可爱了吧 淘心型的这种 旗袍袋 它就是一个塑料的白色盒子 它应该是需要自己组装一下 就是这样 双面胶是它送的 就是贴在这个背面 你可以贴在衣柜里面 或者门的内侧 就比较隐形的位置 然后你想打开的时候 它就是这样子 倾斜出来的 不用的时候就把它收起来 还挺挡灰的 我是想要用它来放棉签和化妆棉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棒的一个收纳方式 质量和做工还行 这家店叫做出墨桃舍 是一套茶具玻璃的 这个是茶杯 玻璃器皿 它这个杯子就是非常光滑的那种 所以它的杯盖放上去 有点不知道要停在何方 下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碟子 这个碟子很漂亮 这个杯盖真的不OK 这样子就OK了 这个 然后这个是前两天 我看何同学的苹果电脑那一期视频 它那个视频做的是超级的好 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非常旧的几个Macintosh的电脑拿出来 然后重新让他们上网的那个视频 超级厉害 然后在那个视频下面就很多评论 然后我就去翻 然后就有人种草 电脑的一个插座 就是长相像一个电脑的 苹果系列产品的充电插座 OK是硅胶的 一个可以同时充AirPods跟苹果手表的 然后它这个地方上面是放AirPods的那个壳子 你可以把那个充电线从这里面插进来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放苹果手表的那个表盘 然后这个长得就很像一个小小的电脑 下面有一个SAM的双面胶 应该是可以贴在桌子上 这个我弄好了以后给大家拍张照片 颜色也非常可爱 它有其他颜色还有白色黑色之类的吧 我觉得这个绿色超级的可爱 说个手机壳吧 这个手机壳我已经开始用了 我已经换上了这个白色的 然后我还买了他们家这个颜色 是桃色的 这个超好看有没有 换一下 然后这个里面的颜色是这样子的 有点像板栗色 然后里面是有点毛茸茸的那种布料 换好了 超级秋冬的一个颜色 好适合现在季节 然后它这个手机壳的包覆性还蛮好的 就是屏幕呢是沉进去的 所以我觉得它这种还不错 然后这次买的这个壳的价格是33块钱 我觉得质量还是不错的 手感各方面跟我第一次买这个40块都一样 所以还挺推荐大家去试试看的 我前阵子就在搜索一些关于环保主题的东西嘛 然后我就搜到了一个硅胶吸管 它是可以带出国的 带出门的 因为它有一个壳子 然后我看官方图片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收到以后真的吓死学AirPods的壳子 有点诡异 然后它就是很松松垮垮 很塑胶的感觉 然后里面呢是这样子 这个地方是硅胶吸管 这个地方是它的硅胶吸管的那个清洁刷 它都是折叠好几次放进去的 这是硅胶吸管 软硬度呢还行 但是你放进去的时候它就已经变成了这种形状 我就觉得它有点奇怪 对就我还在尝试寻找一些比较好用的这种便携式的吸管 这个东西拿出来以后它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清洁刷 用来清洁这个硅胶吸管的 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吸盘一样的东西 也是硅胶的 它可以把这个内壁刮得非常干净 放回去有点难度 因为我试着放过 是你要折两下 然后你在不小心手松的时候就会 它就会弹回去 稍微需要一点点技巧 这样就放回去了 但它这个外面的做工就是有点差了 我双十一到手价才11块9毛8 还是很便宜的 然后它有好几款像药丸形状的 也有这个像AirPods壳形状的 我觉得那个药丸形状的 其实说不定会更方便一些 因为它没有像这种这么扁 你需要把它折的很扁才能塞的进去 然后这个好处就是 它不会像玻璃吸管那么容易破掉 所以如果你家里有小孩的话 用硅胶吸管其实是比较安全的 一个梳子 这个梳子我最早看到是 在Sabrina的一个护发的视频里看到的 然后这个品牌叫做窑 是韩国的一个品牌吧 韩国产的 这个梳子比我想象中的要好看 就是它的图片其实没有那么好看 但是到手之后我觉得它其实长得也没有说那么丑 我喜欢的梳子呢就是它的梳尺要细一点 但是它的尖端呢要圆圆的 这样子的话它的梳尺接触到头皮的时候 它的活动性就比较强 不会那么硬 前面是圆圆的又不会特别痛 它主要的巧思就是它可以根据你的头顶的形状 它可以贴合你头皮的形状 自己调节 但我觉得它最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种空心的设计 所以你的头发如果卡在里面的话非常容易清理出来 这个是我觉得它最棒的 然后它整个的材质我一开始以为是木头 但它其实是塑料的 对 所以它其实是防水的 那这个就挺棒的 我觉得如果你放到浴室里去用的话 应该也不会发霉 对没有像木头的梳子那么容易发霉 这个还不错 接着是一根毛笔 这家品牌叫问心堂 然后它上面写着 雀儿小凯问心堂 整个的材质是竹子的 直上直下没有弧线 但是我还挺喜欢它的手感的 然后它有一个帽 这个帽呢就是平时收纳的时候可以盖起来 还挺挺紧的 我其实是被它颜值吸引吧 因为我平时也没有写毛笔字的习惯 但其实可以试试看 就我觉得写写毛笔字还挺陶冶 挺放松心情的吧 所以我就先买一个这个笔 然后它用来写小凯 应该是非常合适的 接着说衣服吧 因为就只有一件 然后这个是内外的内衣 这个是我第一次买内外 因为它真的很火 我其实被内外吸引是 有一次刷到他们家的一个广告文案 它那一则广告就是找不同年纪 不同背景的女性来做一些独白 不同身材 然后那个文案写的是超级棒 就是它英文文案中文案呢 互相呼应的又特别好 我觉得那次砍拼真的做超棒 就是被那次种草了 就它的整个关于女性 对于内衣舒适度的这种把握 这种价值观的输出 我觉得都特别棒 然后但是我那次我没有下单 我忘记我是在哪看到了广告的头发 然后我就买了这一套 它这个整体包装我都没有拆 就想给你们看一下 还是不错的 它的包装 是有点像一个信封 然后它上面写的是我的内外你都了解 小小的细节 就让我舍不得扔它的包装 然后那一本人 就是非常素的一款 我买的是肤色的 长这个样子 然后它中间呢是有一个小洞洞 旁边呢是有垫子的 但是这个垫子还可以 不算那种很厚的 然后这款没有钢圈 这种呢就是结合舒适性跟 打到自己 它的面料是46%的莫戴尔 45%的棉和9%的安伦 摸起来就是那种很透气的感觉 OK我现在已经穿上了 刚内外那个内衣 然后稍微说两句 就是它可以调节肩带的长度 我觉得还不错 然而肩带比较细 比较好看 就是对于大胸的人来说 它没有太好的承托力 所以没有一个很好的收拢 然后再加上它可能有一点点压胸吧 我觉得这个内衣没有那么适合我 但是穿上非常舒服 就很适合在家里穿 然后它前面不是有个小洞洞吗 那个小洞洞就还挺透气的 所以我觉得很适合穿在吊带里面 就这样 大概就这样 没有 我好像还买了一个它的内裤 黑色的 这个材料非常薄 稍微有一点点透光的那种 但是黑色的话就还好 没有那么的柔软吧 有一点点偏硬 面料是86%的棉 14%的安伦 接触屁屁的地方呢 就是100%的棉 这个我也要串一串 这个是什么东西 解放金漆非常酷 Panty Pro 没有在它的网页上看到 叫做Panty Pro 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其实做过一期关于 金漆姨妈酷的视频 然后我买的是一个国外的品牌 叫She Thinks 还是叫Thinks 然后那个品牌就是跟这个有点像 它是抵当的面料是那种可以吸收精血的 然后它这个地方也是黑色的 我一看我就觉得很相似 但是其实我对这种产品已经有一点点不敢去尝试了 因为我那个尝试的经历非常的痛苦 对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内外其实也有在做 发现很多品牌都在尝试 我相信是会越做越好的 然后接着是一个饰品的品牌 这个品牌其实之前我在视频里跟你们说过 应该是在爱用品那一期 我有带 我最近带都是他们家的银饰 包括我现在耳朵上面的这个小圈圈 也是他们家的 然后这个叫做Purl Candy 我刷淘宝无意见看到的店非常便宜 因为他们是纯银的首饰 便宜的材料 但是我觉得他们家设计都是我很喜欢的风格 包装也很简单 就是一个小袋子 这次买了一个戒指 带一下是这样 我最近对这种银色的首饰非常的感冒 就是带惯了金色之后就有点不想再带金色了 然后它背面是这种可以调节的 如果你手指大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稍微掰开 小的话就稍微压紧 对 这种扳直我就觉得做成这样特别合理 反正也没有人会看到背面 这个还不错 然后这个的价钱是79元 他居然还收了我10块钱的邮费 然后这个是我这次买的假睫毛 我买了两款带下睫毛的 然后一款是这种鱼尾的 都是一簇一簇的 这个有长有短 然后我觉得这种贴起来就比较有效率 就是你可以一次贴完就能够宽度就够了 可能一只眼睛贴上五复就够了 就五搓就可以了 然后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长度 它中间比较短 两边比较长 能看清吗 看一下 这个是下睫毛的 他们家店我还买了一个镊子 专门用来粘睫毛的 这个好精细 非常尖 不想一会戳到自己的那种 但家里有小孩的一定要小心 我发现如果家里有小孩的话 很多东西都非常的危险 都不能让他们看到 很快的说一个吃的吧 因为这个就是只有他一个人 我买了一个这个 是有你一面这个面 然后我前两天有朋友来我们家 做过他们家的面 带了面来我们家 然后做了我们一起吃 然后我尝过他们家的面还不错 然后我这次就买了这个爽口焦麻拌面 然后它的面条是有点像拉面说那种 就是你要煮时间久一点 它是要煮7到9分钟的 看起来像是刀削面的那种面 吃一吃再跟大家说吧 然后它的保质期是9个月 没有拉面说那么短 我每次买拉面说到新加坡 我都觉得心里有点慌 就很怕它海运还没有到 它就过期了 所以我就后来就没有再买拉面说了 然后最近有点被拉面说的广告 轰炸的不行 我每次打开抖音都是拉面说 每一次都是 不行拉面说你不可以这样 然后继续说两个护肤品 SkinCeutical 我这次只买了两个比较贵的护肤品 就双十一的时候 我在他们家应该只买了一个东西 但它寄来了一个很大的盒子 然后打开发现里面有一个包 上面是PU皮的 然后下面是帆布的 这个质量还不错 The power to become 是他们的slogan吗 然后这个是我买的产品 第一次在官方旗舰店买 然后我买的是 修立可真白修护日间精华液 30毫升 还有6-4毫升的小样 我买的PCF 这个我最近在用 这个是我早上在用的 C 它没有C那么油 就我个人肤质比较喜欢PCF 而且我觉得PCF也蛮好的 就是对于维C含量啊 还有各种方面的功效 我觉得都肯定是不输CE的 它还送了6支装的小样 找这样 然后送了三组 一个是两支 哇 这个真的很方便 这一个就可以用蛮久的了 哇 就这个好直啊 双十一的时候囤这种护肤品真的是 不囤改来自己 都对不起自己 不囤不是人的那种 这个是蓝扣的 双十一之前我跟我妈刚买了一整套的 蓝扣精唇的护肤品 我觉得我就是傻子 我应该双十一的时候买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次双十一我就只给自己买了 因为我跟我妈已经买够了 哇 它的包装 好精致哦 我打开 哇 怎么那么多层 有点精致啊 这个包装 这个就跟在专柜买一样 而且有的时候专柜还没有包得这么好 它里面有一个会员卡 这个真的是有一种买大牌的感觉 然后产品在里面 哇 这个就算送人我觉得也很OK 然后这个是眼霜本人精唇眼霜 这个等我用完现在手头上的眼霜再用它吧 我现在在用的是抗蓝光眼霜 雅士兰黛的 就那一款它有点像凝胶状的 还蛮适合我这种皮肤的 然后这一款呢我就觉得作为我31岁的年龄 我应该开始用了 就我其实有点想把那个踢开开始用这个 但是我不要浪费 然后另外它还送了一堆小样 哦 这四瓶都是眼霜 每一个都是4毫升 44 16毫升 这个眼霜是20毫升 加这四个 双11的时候囤这种东西送小样真的超爽 然后它里面还送了两个小的东西 一个是 这个应该是它的那个大眼精华 还有一个小黑瓶 然后淘宝目前就到了这些东西 拆句话 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海外店上做的好 真的是在服务上面非常的棒 比如说像一些奢侈品网站 它可以选择你想要的包装 你可以选择礼盒装 你也可以选择简易装 如果礼盒装的话 好像也不需要额外付钱 或者是需要付一点点钱 但是简易装的话真的就是比较环保 它会用比较环保的材料来做 那像比如说兰蔻这种包装 如果我是买给我自己的话 我可能就会想要选精简包装 如果送人的话我就可以选择 我觉得淘宝的天猫可以尝试一下 走这样的路线是不是会比较好 就这样可能还会节省包装的时间 而且还能够节省很多的 就是不必要的垃圾 然后接着呢 那是我在selfages网站上买的东西 就是这么大一箱 下单一周之后才才寄出的 通常不是很忙碌的时候selfages都是第二天或者当天就寄出了 三天就能从英国寄到新加坡 这次就比较慢 不知道为什么 这次我在他们网站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生活用品 配的东西 我一个小小的杯子 杯子 这个好适合用来漱口啊 不知道为什么 就这个手感和大小真的好适合用来漱口刷牙 这个杯子其实我没有想好用来喝什么 我觉得它很适合用来喝冰咖啡 就是喝冷的饮料 不太适合喝热的 因为它会变得非常烫 因为它是这种材料 这个小碟子我觉得超可爱 手掌大小可以放一些水果 几个草莓之类的 非常漂亮 还有一个小小的碗 这个超好看 这个我没有打开看过 前两个我都看过了 这个它的斑点是比较细腻的 很小的 刚才这个就会大一些 看到没 点点的颜色也就是纯白 这个里面还是花色的 然后这个我觉得就很适合用来吃麦片 它大小就是麦片 酸奶碗的大小 好可爱哦 这一套 然后我买了一个超级大的浇花的壶 超大一个 就是我们家其实是有一个浇水的壶的 是我之前在宜家买的 那个也很好看 但是它的容量有点小 总要去给它灌水 所以我就觉得特别麻烦 然后我就想买一个稍微大点的壶 可以比如说放一星期的量 这样子我一星期只需要灌它一次就可以了 那那个小的水壶我就放到房间里面浇一些花 然后大的我就可以放到室外 就我们家现在花还挺多的 我现在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盆花在外面 所以那一个小的水壶就不太够浇了 买了一个大的 然后这款它其实没有它的照片上那么好看 就是它有一点点的浅 颜色有点太飘了 有点浅吧 塑料 拿着这里嚼 还行吧 非常豪迈 太大了 买了彩妆 这次我在他们网站上只买了三只口红 然后是Armani的新色 这个新色已经火了好久了 然后前阵子不是太空仓唇霜出新色那段时间 总有人问我宇哥 这个板栗跟那个什么Armani什么像吗 209啊208啊那些颜色我其实还没买 所以我这次就觉得我不得不买了 再不买的话我真的是不知道 大家在说什么 我觉得我不行得太out了 然后我就买回来 我买的颜色是208 209 212 208颜色就是有点像陶土南瓜色 208 我觉得它的颜色比火泼要更红一些 火泼比它更黄一点 209颜色好深哦 这个颜色就是一个非常深的栗子 它红掉不是很重的 主要是棕和咖啡 非常冷 这个好像有人问我跟板栗想不想 这个板栗要比它红很多 这个颜色是偏暗巧克力棕那一挂的 就更酷一点吧 就是板栗还是偏红棕调更多 更砖红一点 然后最后一个是212 哇这个更冷 这有点紫色的感觉了 这个颜色很挑润 这个 前面两个我觉得倒没有那么挑润 但这三个颜色真的都好深 这个颜色有点像是棕紫调的 比较重的那种烟熏色 这个颜色我觉得挺适合那种皮肤很白 女生擦的 一定要皮肤很白哦 就会有点棚客的风格 说到这里我说一下我今天嘴上的颜色 我今天嘴上擦的是 碧亚的13号 丝绒13号 我又去回购了几只 今天第一波的开箱就看完了 我再过两天会有更多的 包括我黑五买了一大堆东西 有饰品包包鞋子 有没有买鞋子我怎么忘 还有双11在淘宝上面买的那些比较重的电器 第二波应该会超级好看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我会到新加坡之后就跟大家分享的 希望可以在双12之前给大家分享出来 OK 那今天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 娱乐双12的上心 我可能过两天还会再拍一支视频来跟大家讲 主要就是上一个小包包 这个东西 是不是很可爱 叫做板栗绒毛化妆包 就是我把它叫毛栗子 因为它长得很像一个板栗 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子的 它真的很像我衣服 这个包是长绒毛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蓝色的长绒毛 有点像兔毛的手感 然后前面是logo 它就很像一个板栗 然后它又是毛的 所以我叫它毛栗子 然后它里面的空间是这样子的 里面是深蓝色的 然后这个其实它可以被塞的非常大 就是它也挺能装的 而且它有一定的厚度 所以你平时放护肤品也好 还是放你其他的怕摔的一些东西都可以 它相对来说比较能够承受那个缓冲 然后这个你可以平时把它当成手包 或者你可以放收纳的东西都可以 这个双12娱乐上心 现在已经挂到网上了 你们可以去架构了 好了 这个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 那我们就下一支开箱视频再见 拜拜